所以第一次受伤的就是 露翔吃了這個激素一年多 2006年2月份就出現在上海天年競標賽的時候 他就因為左懷還不是右懷 他右懷兩次手術 左懷那個疼痛 懷關節疼痛退賽在上海 第二次審商是右懷加右大腿根部 那個不是右大腿根部也疼了 這是原因 就是退出紐約郵金兩次比賽 紐約一次比賽 紐約郵金的兩次打賽 因為這個郵局和大腿疼痛退賽了 第三次的傷呢就是到那個北京奧運會 2008年8月16號 其實小足賽之前 前兩天他就有反應 這是可能是出一些情況吧 就是絕牙反應很厲害 當時那個鏡頭網上的鏡頭也是這樣 他急著把絕牙朝那牆上墮 然後一躍鬥也傷 這個人吃激素在那裡頭走外 有些阿摩大夫使勁掐 掐著都水腫了 腰壞啊 流洋的戰鬥出汗 這掐也不對 你掐你掐不好 越掐那郭皮子 因為吃了激素以後 尤其那個身上炎素以後 是郭皮子真身 他敏感性更強 越掐他越疼得厲害 所以不應該掐 他好多是 為什麼呢 懷關節那地方 因為根鋸關節 就是根骨上頭一個小板燈 就叫鋸骨 在那個靜骨 小腿、靜骨、斐骨之間的 坐在根骨上頭一個小骨頭 他那個流洋查出來是 北京醫院那個主任 埃克斯邦大夫 就是檢查說 劉洋呢 是 就 右腳 根鋸末端 負責於根骨的地方受傷 這個在運動一部分呢 就是 根鋸腐力氣的身上 所以呢 這根鋸腐力氣的手上 首先是 解決那根骨的負 為什麼產生這種現象 原因就是 吃了激素以後 就是產生了 骨頭的不良反應 不良反應是什麼呢 原因是 為什麼一摔而上呢 就是 因為一個極速的平衡被打破了以後 不管你架極高原素 就是多了 或者 性極速高了 加狀腺高了 加狀腺高了 加狀腺 這些極速 一個極速多了 其他極速的平衡就被打破了 這些造成了骨子疏鬆 為什麼骨子疏鬆呢 因為骨纖維 骨骨骨的纖維 它真身造成了異常的真身 這樣就把那個 骨頭原來那個結構 就是這個真身的纖維 就代替了原來那個好的結構 是這樣的 就產生了 就是 這個真身的纖維 異常真身的纖維 代替了好的那個 牢固的骨頭纖維 所以產生了骨頭的這個疏鬆 就容易破壞 只要有輕微的外力之下 你就可以產生 很 產生病理性的骨折現象 和人帶斷尿 人帶雞蛋 雞腱斷尿這些情況 都會出現 原因就是在這 因為它骨頭 它的極纖維 不是快速長的東西 它沒有能夠撈出去 所以你流氧 疼了以後 鑽牙朝著牆上去 代夫再掐 越掐越疼得了 因為你的骨頭 已經是因為吃激素 產生的變化 造成那些反應 所以它整個 在北京亞運會以後 它就開道了 去美國開道了 去美國開道 去美國開道 取的是骨刺 和長期水種 沒有把綁住它 消耗吸收 都形成結石 除了七十塊結石 一根骨刺 可能樓陽黨是 就是骨刺疼 骨刺也是一些石頭 就是骨刺的 就是你吃了激素 但是這個 這個